她们是驻守在青藏高原的女兵 艰苦条件 频繁工作 是什么让她们不舍高原 是什么让她们青春无悔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花开格尔木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 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力 就像今天发生的事一样 原来还有这么一群特殊的客人和我一样 对蒂尔故乡深深地眷恋着 现在是这个情况 这群突然来访的客人 原来是20年前在这里参过军的女兵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家 对我们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的青春也要不深刻 也许现在这些当兵的人 你在这个地方中 你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你真的如果你离开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里的人 这里的事 这里所有的一切 就是这样一茶茶的女兵 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生活 在这海拔2800米的通信帘里 哦 我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周雨霄 通信联的指导员 老兵旁边的上尉就是我 我在这里也已经生活十年了 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 你要问我为什么老待在高原 不去城里 这也要从一个礼物说起 这是十年前我爸爸给我写的一封家书 献给在雪域高原女儿的生日礼物 小小 你好 对雪域高原的气候适应了吗 爸妈没有忘记 今天是你十八岁的生日 十年前 带着父亲母亲 让她在部队锻炼的希望 周雨霄来到通信联 她在这里 从一名城市兵 变成了真正的高原兵 2010年 周雨霄提干入学 而军校毕业后 她又回到了通信联 主要是这个地方 让我留恋的比较多吧 就是这些站是吧 从大江南北来到格尔木 把自己的连队当作自己的家 也把格尔木当作自己的第二骨香 尽管高原上的生活 难免寂寞和枯燥 但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好战友 周雨霄总觉得 这样的日子不仅过得很快 并且还经常充满了欢乐 我叫苏雅 我叫杜明霞 她们都叫我们素料姐妹花 因为我们俩天天都黏在一起 性格也很像 比较耿直说话 比较笨 然后老师拖后腿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出去巡线了 显然通信的外出巡线 对女兵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马上要去巡线 其他女兵也都显得格外的轻松快乐 大家好 我叫周景 她们平时叫我大雄 她们总觉得我会给她们一种安全感 就是像男生给女生那种安全感 就是感觉有我在 什么都不用怕的那种 我叫潘伟一 她们都叫我小仙女 今天要去巡外线了 好开心啊 我叫段成林 连礼人给我的绰号是灵魂歌者 其实我唱歌一点都不好听 可能就是声音大了 然后跑调跑得特别厉害 然后正所谓的一句话就是 别人唱歌要钱 我唱歌可能要命吧 外出巡线 与兵们要对国防光线线路进行维护 尽管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之中 可眼前的工作对她们来说也并不轻松 小心一点啊 OK 一 二 看 看让这个也得有一米深 我们先把人井里的水给它抽了吧 好 拿接上发电机和抽水泵 把它给抽了 因为前不久刚刚下过暴雨 所以这次外出巡线的任务 也增加不少难度 与兵周静第一个下了井 第一个是蓝 第一个是第二个是街头河 如果要是蓝没有断的话 进水泡水也无所谓 但是这个微度千万不能进水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街光蓝的地方 如果这里面进水的话 我们就出现那个光蓝阻断 所以每次一下雨就必须得过来检查 对 检查一下 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进水 在家我是独身女 然后这种活一般都不干 在这个小分队里 周静是班长 她的兵龄也比其他人要长三到五年 我当时当新兵的时候 我的新兵连班长 给了我很多关怀 给了我很多爱 就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在部队里面的 我现在当了班长之后 我也把我这些 当时老班长交给我这些东西 传给我的下一批新兵 小心啊 班长 小心 胖子 小心 胖子 小心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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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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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一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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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了 滑了滑了 找青苔转滑了 班长 踩下去了 来 手给我 手给我 你先脚 我们快点搬下来 没事 我把这儿看完 看完 检查完 检查完 上来 脚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湿了点 没事 把手连工给我 手连工给我 好 指导员 这个底下检查了都是好的 好的 那你检查完了 没有问题的话就上来吧 好 你脚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是胖子打湿了 好 没事 上来吧 手电线给我 来 手 左手 等一下 他先踩 慢慢打 小心 胖 胖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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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抓住吗 能 敢把那个鞋脱了换一下吧 我看能不能拧着谁啊 像周锦镇 女兵还有很多 她们都默默地尽心尽责 无怨无悔奉献自己的青春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领受朱迪部队的接线任务后 女兵们能否顺利完成 在海拔4800米的高原上 她们如何克服各种难题 这群女兵们 为什么如此留恋军营的生活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花开格尔木 刘三文您好 刚接到电话通知 您这边是有保障任务吗 对 我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住训 现在前方500米处 是我们现在住训点 现在需标保障十部电话 为助训部队提供通信保障 女兵们正在展开的是野外部线 好了没有 怎么回事 先别急 这根线是吧 踩后面给它拉一下 看好了没有 你先走 对 你先走 看好了没有 没好呢 这又一下也有拉紧 别动 尽管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作业 但所有的军事行动 不可能慢吞吞的 苏亚越是想快速完成任务 却越是遇到了麻烦 我真的不要你了 这是你到啥时候 马上就离完了 我的孩子就等着你的 我总哭哈 不哭了 快点 你不哭了就离好了 他早急 刚才 大家都弄完了 自己没弄完 觉得自己掉队了 别动啊 不行 然而大家越是劝导 苏亚越是压不住自己的情绪 杜明侠是平时和苏亚最谈得来的姐妹 现在他能不能劝住苏亚呢 把眼泪擦了 你看你 你戴着啥帽子 你还哭 杜明侠提醒苏亚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军人 而很明显的是这句话对现在的苏亚是说到头上了 苏亚着急是因为知道自己拖了后腿 而战友们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她 她的情绪最终恢复平静 而接下来为朱军部队提供保障也顺利的多了 知道让你们自己的工作不要带我来 要不然你们都回不去 我快被我自己给气死 不行就假了 大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就干啥事都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扶持 和苏亚一样的还有杜明侠 他们是同联兵 今年都要面临退伍 他们知道马上要离开部队了 反而越珍惜在部队里的生活和工作 越是艰苦条件 越是增进女兵们的友谊 在海拔将近四千八百米的高原 他们的作业任务将十分艰难 我可以下车 把东西拿上 那说一下啊 就是刚才不是收到 那个落伏告警了嘛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附近的这个栏 哪有明显的断的地方 然后赶紧看一下 看完那之后咱们赶紧进行接续啊 快走 走吧 我抓两个人 我抓两个人 经过检测 光栏受损的地方是在一个山头 目测大约有两百米的高度 随着海拔高度越来越高 大家的喘息声也越来越大 而呼吸不畅 体力又急剧下降 终于让杜明侠坚持不住了 好多老鼠 快来快来快来 又咋了 没事吧 快快快快 杜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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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没 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事实上 出发之前 指导员就曾经对杜明侠的身体状况担心 杜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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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去外线工作 你身体行吗 上次不是出外 那个训练的时候 都晕倒了吗 已经没事了 你确定 确定 看看吧 要是行的话 你就跟着先去 到时候有问题的话 再说 好了 慢慢慢慢慢慢 现在杜明侠的高原反应症状严重 战友们想的是 尽快把它送回卫生队看一看 慢慢呼吸 慢慢呼吸 现在指导员周宇肖的心情恐怕是最复杂的 他既要保证完成任务 快速接好受死的光烂 又要确保杜明侠的身体安全 慢点慢点啊 测试下啊 测试下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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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难受现在 你没事吧 看着鱼 看哪儿鱼 不要看下面 不要看下面 把他弄回去吧 你眼睛闭着闭着闭着 来我来背头 我来背头上上上上 我来我来背 你不能身体重心 不能往前移 段成林 不行不行 那帮我背的鱼 你帮吧 你们让开 你们让开 别拉了 咱俩架一下吧 最终还是有男兵背上了杜明侠 两百米的落差 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原上 以最快的速度 跑完了这条陡峭的路 不论你 三两二三两下 雅总你坚持一下 好 相信你可以的 我的手麻了 手麻了 我看你没错 我看你没错 那平躺平躺 这些都不要看着 被先拉到天上 不 先不要踩了 你把他送回去吧 你弄鼻子 我给你 先让你洗一会儿 让你洗一会儿 慢慢的 慢慢的大口大口 把车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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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侠被送往卫生队 而山头上 指导员他们也查到了 受损光烂的位置 看到上面断了线了吗 赶紧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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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原来接来 看 这么断了 就是自己 那赶紧接上吧 好 海拔4800米的外线座椅 无法抵御的高原反应和体力透支 都让他们感到难以适应 小心点 赵原 我的手已经烂了 胃口已经给滑烂了 那个还挺风力的 对 可以安全 好的 看好了啊 开始融了 还不动啊 马上 OK 好了 马上 指导员接好了光缆 就在潘磊仪要将电缆挂回原处的时候 她掉了下来 瞧一下 踩肩膀 踩肩膀上 踩肩膀 踩肩膀 好痛啊 好痛啊 潘磊仪因为作业时 她长时间待在杆上 脚发马 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下来了没有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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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不行 我走 真的垮烂了是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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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刚才的任务 潘磊仪坚持不让战友帮忙 你为什么不想换人 我做的事情要不要做完了 她要第二次上去了 关好了 把钳子收起来 慢慢下来啊 好 下来的时候慢一点啊 好的 经过测试 光缆受损的情况排除 而女兵们的心里 没有丝毫的放松 她们都在担心自己的占有 杜磊侠的高原反应症状 到底怎么样了 给她带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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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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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好 走吧 那边 杜磊侠被送进了卫生队 战友们顾不上白天的作业艰辛 都想尽快看到她的情况 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快跑呀 没有别动 没有别动 好 别动 好 别动 怎么样啊 小龙 谢谢 小龙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你看 你还激动得打不开了 这是怎么办 来 哎呀妈 快 别别别 这前子哥上面是 是年里面的人 就是听说你生病了 还给你跌倒 然后里面写了很多祝福的话 小龙 祝你早日康复 越来越漂亮了 你看 还换了个小猩猩 你回家 你回家 是不是你善友 是 狗会挺鲜的 哎呀 这是这儿 是吗 对了 真的连队 给了一个 特别像家的感觉 本来就离家很久 我特别像家 但是呢 在这儿就真的是 特别有家的感觉 看到这里 我想你们也都懂了 为什么我待在这里十年不愿意离去 我们相亲相爱 像一家人一样 在这里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有我的大家和我的小家 我们的家都在高原上 我们是新时代高原通信女兵 我们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青藏高原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天雾 我们像姐妹一样生活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爱我们的家 我爱我们的家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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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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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堂 天堂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的长途巡逻 边防官兵穿越沙漠 翻越群山 探过激流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险 侧马阳边 边关大地上 又展现了他们怎样的男儿好情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 大漠深处的足迹 上集